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很快 一個星期 我們送走了鄭文革師傅之後 亦到了第三部份 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繼續有發作生的黃先生 Lily 還有蔡展銘醫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先打給黃先生 27872998講得你頭髮的問題 我們希望幫到大家之餘 亦有免費檢測和免費療程 發作生送給大家做的 立即打給黃先生 27872998 就算我們休息的時候 Lily 也說 痴痴找到你 說身體病痛那些 黃先生一定有的 失蹤 為甚麼呢 當時認識Lily 十幾年前 她就很懶惰 她說她什麼都做出 嚇死你 那慢慢 聽我看她 但是慢慢陸陸續 時光就趨勢 她打磨了她 那些時間去磨煉她 現在她就變得溫柔很多 以前就直接是一隻豹來的 現在慢慢就 不要說那些動物 那些人溫順了很多 她經常都說 我們有更年期了 好了 更年期來說 其實對於我們脫髮和生頭髮慢 是很大關聯的 她說自己是更年期 我看她二十多歲 怎麼更年期 通常是更年期幾歲 通常如果我們按現代的醫學來說 大概是四十元 去到五十頭左右 我想四十七至五十三歲左右 Lily 二十多歲 Lily 立刻想說話 通常老闆很難溝通過的時候 都是這樣推堂 那些更年期也有藉口 通常老闆叫薩 或者更年期的跡象就走出來 是吧 因為她會原諒我 立刻不用原諒 下次她說更年期 我就抓她來這裡看 你再開幾劑給她 讓她把更年期的問題解決 開幾劑藥 我也希望是這樣 其實很多東西影響 如果說中醫角度來看 更年期這件事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 身體逐漸開始走下坡的一件事 像啟泰一樣 男性哪有更年期的嗎 如日中天 其實我就快了 今年五十五 男性有沒有更年期的 有 其實男性也有 不過老實說 在我們現代人上面 其實浮動比較大 因為很多現代人 要不就很注重休息 她身體走下坡的機率 注重休息的人 當然是可以遲些 如果不注重休息的話 常常可以提早很多 比如四十頭 或者甚至三十幾歲 已經身體開始走下坡了 即是走下坡是怎樣看得到呢 即是我們中醫 有七七之數 以及八八之數 男性來說 通常教於女性 是要教辭衰老的 是 教辭的 這個很正常 所有的男人都找年輕一點 做老婆 計算數 計算數 即是可能 如果找個同年紀 可能就更年紀 她已經變成更年期了 我們現在還是如約方中 是 所以 首先男和女 有分別 如果單純是說 我們怎樣看到自己 開始走下坡呢 其實跟我們中醫裡面說 我們五藏六虎的神裡面 有一種叫天葵的物質 天葵的物質 就是先天父母給我們 一些很正的東西 這些叫精 先天之精 跟著天葵這東西 就由我們出生 開始一路消耗了 消耗到 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就是天葵開始沒有的時候 那個葵字是葵花子的葵 沒有了草花頭 那個葵字 我們會發現 女性和男性 可能就面似焦 發似墮 即是說女性的話 面開始沒有什麼光澤 開始焦 發焦 即是炒焦了 那種感覺 可能臉色開始變暗 黃 發似墮 即是說 頭髮開始慢慢掉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叫身體走下坡 即是可以說 可以應對我們現代醫學上的 進入更年期了 是的 這樣的狀態 那 這年都中了很多頭髮 這年沒有? 很久了 我就說幾件事 我有幾個問題 中了嗎? 不是中了 這次完全不關你 好像每次都中的 我們就好來中 這次一定不中的 這次 不,藍星也有更年期 藍星也有更年期 藍星也有 那些 明白嗎? 如果給我多一點 我就耐用一點 可以用多十年八年 是的 老實說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 為何那些人 經常都說想開刀生 還是怎樣 還是怎樣 或者生孩子 懷孕的時候 吃些什麼 令孩子好些 其實 老實說 按我的經驗來說 按自然走 就是最好的 因為通常 如果你真的開刀生 其實對媽媽 一定是一個傷害 就算多小的 多小的刀口都好 對媽媽一定是傷害 未創 那嬰兒拿不到出來 所以現在一定是大開口 那 我建議大家 真的是自然生 因為那嬰兒 很多時候 你 你強行給很多東西 給個孕婦 想著去影響那個嬰兒 反而會造成一些反效果 尤其是有一些 做使館嬰兒的夫妻 雖然我知道 她們可能真的很想生個嬰兒 但是 很多時候 這些使館嬰兒 為什麽太太 會懷孕不到呢 一開始 就是她身體確實不足 有些事情 是未被調整過 所以她才懷孕不到 那你刻意製造一件東西 放進她裡 令到她懷孕的時候 那便不合乎自然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有一些 長期生不了嬰兒 最後用使館嬰兒 真的中了 生了嬰兒之後 生了嬰兒之後 你會發現媽媽的身體 通常是弱些 生出來的嬰兒 可能身體也是弱些的 其實你要看回 不符合自然 就是傷害了身體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自然生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才去尋求這些方法 我們才去尋求 尋求這些方法 如果我們在說這些 神中天葵 父母給我們的先天之精 有沒有叫她多些 其實真的不行 父母給我們多少 就是多少 所以這些才是奧妙之處 我又想天葵給多些子女 當然男女也有責任 男女也有責任 問題來說 如果我們進步 哪件事會增加這件事的元素呢?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都不同 在我臨床上 確實有很多人 是來看中醫 是想生孩子的 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做了些甚麼呢? 之前那四五年 三十五歲、三十六歲 覺得開始生不了 做很多事情 自己又吃很多保神 吃很多綠容 什麼什麼什麼 六角膠 什麼什麼膠 吃了很多這些東西 又嘗試了很多的方法 倒立 可以不可以 結果全部都是不行 到底是些甚麼呢? 倒立 真的有的 倒立 我知道 一百八十度多 我知道 等精子 游上去的子宮 游上去的子宮 還有可能著床好些 我也不知道哪裡聽回來的 但是 不如著著床吊起就可以了 怎麼倒立 更加好 不如算了 索性坐過山車 一倒就進去 其實當然這些很無稽 大家聽起來都會覺得 所以我剛才說些甚麼 我都覺得 奇怪的 可以多給一些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因為父母其實 他們有多少東西 就是在那一刻 就是他們交合了之後 成為了你 而你就是受了父母的東西 這些是沒有變的 沒有變的 你說吃些甚麼 能夠補得多些 一定要按體質 你看看 那麼多夫婦 吃那麼多補神的東西 他們最後都不能夠有一個好的結果 證明 每個人的體質 每個人需要被調整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嗯 譬如有些病人 他真的吃了很多補神的東西 最後是 搞到身體很虛弱 因為身體本身能夠消化這些補神的東西 那個功能不夠 那你吃多少 吃得太多 反而 那個工廠都受不來 那就罷工了 反而還傷了身體 反而我將他疏通了那些人 令到工廠的能力好很多了 然後再去吃些補神的東西 效果更加好 所以我記得有個成中很有錢的女人 她想避免自己更年期 那她就在外國不停打很多激素 那後來身體根本都不需要激素 其實你是要更年的 你不可能不更年 你為了延遲更年 後來她就患了很多生殖器官的病 是的 沒錯 其實都是那句 如果不符合自然的東西 對於人體 絕大部分都是傷害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可能今天 你看不到有什麼特別大的傷害 日後就會慢慢浮現出來 我有一個 你問完一會答 是的 我問完一會答 譬如一家四姊妹 會不會四姊妹的更年期都接近45歲 對呀 或者和一個年紀去到站 這樣 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兒 小便 稍後回來 繼續我們 現在醫師會回答 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現在我們先休息 打給黃先生 2787 2998 2787 2998 如果你有更年期的情況 或者四五十歲 開始頭髮 發再生或者會幫到大家 打給黃先生 我們稍後再見 再繼續我們今天 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這裡有鄭啟泰 發再生的黃先生 Lily 還有蔡智明醫師 可以上Facebook like我們的Fan Page 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除了找到鄭文革師傅之外 其實蔡智明中醫師 他的資料 其實大家都可以找到 有空找到 聊聊聊 今天我們在說更年期 黃先生關心Lily 所以開了這個題目 都不是關心Lily 關心朋友上來 有一部分女士 都自稱自己是更年期 我想否白 讓他們知道 剛才的問題 蔡智明醫師沒有回答 是否齊齊齊一家 那麼多口呢 如果他跟Family 當然跟父母 他的更年期出現 是否同一個年期呢 其實這個問題來講 你可以這樣看 如果同一個家 出來的四兄弟姊妹 他們的身體來講 如果父母在生他們的時候 這四個兄弟姊妹 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或者都是差不多時候 可能都是這十年 或者這五六年裡面生 的確大家的身體狀況 有機會是差不多的 不過更多的情況就是 就是兄弟姊妹 其實個個都有不一樣的情況 還有生了出來 王先生 生了出來之後 你後天怎樣用身體 四兄弟姊妹都不同的 譬如那個大哥 很喜歡賭錢 日日花天走地 那麼他的更年期 可能就來得早些了 因為虛耗身體 虛耗得多嘛 他的父母的先天之精 消耗得多 消耗得快些嘛 那麼他的更年期 便來得早了 假設如果那個弟弟 或者阿妹 好像阿啟泰那樣 很懂得保養的 謝謝你 我知道你一定說我 他的更年期 可能便來得遲些 比其他兄弟姊妹 所以不單止要看父母 即先天之精 給我們多少 後天之精 我們自己 有多少進入身體裡 更加重要 你怎樣去調養 保養自己 其實這件事 即是你更年期 都經過這個門竊 是吧 好了 在身體裡 當然分開兩部分 身體本身 我們現在說 我們頭髮 我們頭髮 有個方法 幫你解決到 你更年期 脫頭髮 或者生了萬個問題 好了 身體本身來說 如果我真的在更年期 或者已經踏入了更年期 或者將會到更年期 這三個階段 應該怎樣調教自己身體呢 如果說 即是快要到更年期 其實我們今天 以女性作為一個狀態來講 其實剛剛我們都沒有提到 即是更年期 進入更年期 如果女性 最容易見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生理期 比較開始敏亂 即是月經開始 先先後後不定期 量好像有少少波動 我們便知道 有機會進入了一個 即是絕經前後的一個狀況 其實在這個之前 我們怎樣去調養好呢 通常我們便說 因為我們絕經 或者進入更年期 即是一個人的身體 腎中精氣是走下波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除了相對來說 補腎之外 可能吃多些補腎的藥物 有些果類 即是硬果 堅果 堅果 但其實也要看自己身體 有些人可能保養得好 完全沒有症狀 只是經期開始亂 但身體有甚麼不舒服 沒有不舒服 這類人絕對不需要吃藥 不需要做任何調養 可能正常的作息 運動起居便足夠了 但如果有些人 即是絕經之前 進入更年期之前 開始覺得心煩氣躁 真的開始臉紅耳赤 真的開始覺得腰酸骨痛 這些人可以開始做些事 通常在我們更年期之前 大家可以做一個 一個保神的動作 黃先生說堅果 堅果為何我們中醫 覺得大部份中醫都有保神的作用呢 因為堅果的樣子 尤其是腰果 有點像神的樣子 我們就聯想 好像比類一樣 就覺得腰果 或者其他堅果類 是可以保神的 尤其是我們中醫五行裏 都有它的顏色 神那種顏色就是黑色 所以很多人就說 保神吃黑芝麻、黑豆、黑蜜、黑蜜 現在更流行一種叫做黑狗忌 黑狗忌 本身狗忌子是入肝神的 它是補肝神的一種 大家知道狗忌子是紅色 黑狗忌 我相信可能補神的力度更加大 大家可以隨著這個方向來 去調養自己 但是當然補神 你補而已 通常我們中醫師 叫人吃些什麽之餘 還會叫人不要做些什麽事 當然如果你真的進入一個絕經前後 或者更年期前後 怎麽能夠不做些什麽來保養個神呢 第一 防止不能過多 即可能 更年期想多也不多 未必的 有些人我告訴你 真的有個這樣的狀況 就是一個男人進入更年期 他是 你以為 即我 我不怕說 以為 很多男士進入更年期 即不能夠勃起 即可能性功能會衰退 曾經遇過一個病案 這個男人就是時時勃起 不停的 坐在這裏勃起 站在這裏勃起 其實他自己很辛苦 又尷尬 又尷尬又辛苦 而且那個病人 他是偏瘦的 皮膚偏白的 你會想一下 不是喔 不是應該身體壯實的人 才會有這種狀況嗎 他就是 原來是身體的水分太少了 即是說肝腎太不足了 在這個時候 水分太少 相對來說 火就偏旺了 即好像是呈現一個虛性的一個火 其實是一個水 虛到已經極點這麼齊的狀況 這個男士 就在這個狀態 我們幫他補回肝腎 那個狀態就好了 即你想一下 你以為神龜 你以為進入更年期 那個性功能可能一定會衰退 人家就是這樣的狀態 人家更好辛苦 所以同樣一個更年期 可以引起很多不同的狀態 根據這些狀態 我們知道原因在哪裏 才做調製更加重要 即是剛才我說的 時事撥起那個男人 你再跟他補腎羊 補腎 吃些綠蓉 那他玩完了 我告訴你 可能爆開都像 爆開都像 所以對症下藥非常之重要 那更年期之前 補腎是對的 更年期中間的時候 要根據很多不同的症狀 尤其是女士 可能月經前後 可能心煩氣躁 或者可能會手腳冰冷 要根據這些體質來調製 更年期之後 其實那個飲食的作息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講的先天之精在於神 後天之精其實在於脾胃 這個我們沒有講的 脾胃就是我們後天能夠保養的東西 所以更年期之後 既然神都已經開始衰退了 我們除了補腎之外 還要加上補脾胃的一些東西 可能多些食粥 小米粥 或者一些濃稠的白粥 這些對於我們的脾胃 都是非常之有幫助 山藥、淮山 都是非常之好的 剛才Lily就說 男人看頭髮 看性能力 其實女士很簡單 就是停經的 是啊 看經期的 我們說的退潮 逐漸少 還有不定期 還有 其實我的女人 我都差不多去到那個彎 但是我自己都很明白這個 這個現象的 暫時還沒有 但是我明白 在這間年期來說 一個衰退 衰退來說 頭髮 它都是小不免 會產生這些 我們說的 身體上的一些充斥 來的 這裡都有很多 我們說的女士 由於全身的 我們說的衰退的一個反應 我們說新人代表慢 頭髮變膚黃 髮量開始少 還有一件事 特別是更加影響到 他今年期脫髮的速度加快 就是 我們受不了白頭髮 就會一定是染頭髮 所以 以染髮來說 我們中醫的理論 都是崇拜 我們說 完全是自然的 會好些 那你染頭髮 你不是說 只選白那條染 你黑色的那條染 換之你充斥了一些 我們說健康的 那個 頭髮的過年 那麼我們怎樣都可以 是令到一些 更年期的 那個脫髮的情況 是保持著 他沒有衰退 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說 把青春去穩 我們說 我們要著寵 什麼呢 在他的 我們說的 身人代謝 血液循環 以及 吸收 排斥方面 是著手的 令到什麼呢 令到 他自身的身體 產生一些 我們說的衰退的現象 而頭髮方面 我們是要 外面補充進去的 我們也有我們的中藥 是利用毛孔 走進 他的血管 在眉頭那裡 令到 他產生 他的頭髮 是不會由於 這個退化的過程 是越來越少 那麼其實 有些的那個 那一個女士來說 加電騎 這個是一個緩慢的現象 我遇上個好幾個 很突發的現象 他一走入的庭 weak 之後 摸完京奇之後 他的頭髮 是不單不生 呼煌 還是狂掉的 是很容易掉的 這種現象 他自己都害怕的 她說楊摩忌德由她開始驚奇戲開始少 一年之間由少到停就已經12個月至9個月之間 她的頭髮以前真的很多 多到要偷薄 她長頭髮都覺得紮得很辛苦 因為太重 但我見到她的頭髮真的少 我們說她的頭頂 她後面有夠厚 兩枝有夠厚 但是頭頂是已經見了肉 起碼都有我們說的生的手指 換成她自生的血液去不了毛魚頭的位置 毛魚頭也生不了頭髮 自生一個這樣的軟面 所以在更年期的女士來說不用擔心 蔡醫師都說先天不足 後天無卡 我們是可以通過自己對證的方法 可以令到你的青春 保持著你的靈賴 所以如果是更年期是不可怕的 不過大家只要樂觀面對 其實這些過程一點都不難的 打給黃先生 2787 2998 2787 2998 說下你頭髮的問題 如果你都是因為更年期的情況 或者身體某個情況之下 都是令到你甩頭髮 打給黃先生 黃先生會很細心告訴大家 有什麼方法可以選擇和幫助到你 有十位今天打電話的朋友 我們會有一個詳細頭皮頭髮檢測 免費幫你做 還有也會有一次免費的 暫身蛋白營養納米能量建發體驗療程 免費給大家試做一次 今天再一次麻煩蔡志銘醫師 多謝大家 今年期不可怕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